最近804醫院也爆出了確診個案 像在今天新增的10人個案當中 有6人都是跟804醫院有關 經過第三次的採檢才發現陽性確診 院方現在把院內的確診病人全部移出來 希望讓醫院做最大幅度的降載 之後還要擴大採檢量能 不讓醫院出現斷網之餘 今天桃園有10個確診個案 其中有6個就是在804醫院 這個三採採檢出來的 804醫院再度採檢出確診病患 其中4位是病人 一位看護 另一位是陪病家屬 前面5位第三次採檢才確診 持續出現案例的804醫院 下一步將執行清零計畫 目前還有15位住在804 部桃還有林口長庚醫院 來收治這些轉出的確診病患 讓醫院能夠負擔較輕 也能夠讓這些醫院進行 整體清消的工作 804醫院群聚感染爆發後 已經累計30例確診 病毒主要感染地點的酒病房 已經清空並進行焦毒 另一方面 院方也將原本緊急停止的急診 及婦產科、兒科、耳鼻喉科等門診重啟 但14天的風險期還沒過 不能掉以輕心 我們的醫護人員 如果涉及要隔離的部分 那麼也提供了集中檢疫所 可以讓他們做安心隔離 那麼另外如果是安全的人員 那麼比如說他打過了疫苗 採檢也是陰性 那他這個是比較無風險人員 那我們也會提供安心旅館 給他們居住 雖然部分門診恢復看診 但何時要全院正常營運 還沒有確切答案 只能先將醫院降載 再擴大疫調範圍 進行四採 避免再有破口、嚴防、漏網之餘 記者林祝強、黃秀文、詹宏順 桃園採訪報導 好 好